国际新闻看深度来关心是重回白宫的川普 他的内阁人士陆续公布了 选前他就说呢 如果当选会给马斯克一官半职 现在要兑现这个承诺 新的政府效率部呢 确定会由马斯克来指整 除了马斯克之外呢 另外一位呢 是这个由美国爱国者称号的 拉马斯瓦米 他在初选当中曾经还跟川普来竞争 不过现在呢 也是川普的人 所以他跟马斯克呢 会共同来积极的促进美国政府的效率 来削减不必要的开支 那马斯克自己他怎么看待这个新的职务呢 当然是非常兴奋了 他就说呢 他的做法肯定会在现行的政府体制当中 掀起强烈的震撼 至于实际有哪些作为 他似乎呢 也有一个初步的想法 他说打算呢 在网路上公开一个排行榜 来列出呢 哪一个部门 哪些人把纳税人的钱花的最愚蠢 他说所有这个部门要做的工作呢 都会在网路上公开透明提供大众来检视 他认为这么做才是最有效率的做法 能够呢 省去很多不必要的官僚行政作业 那看起来呢 他都说了会震撼 所以呢 当然呢 这是对他来讲是有趣的行为 不过呢 突然变得这么开诚布公 打破现在很多美国政府既定的做法 他也预告了说 这可能呢会蛮悲剧的 提醒大家呢 先给大家打一个预防针 那当然马斯克他这个做法呢 他自己说呢 这是在拯救美国 不过除了拯救美国之外 另一个任务呢 他还要来当美国跟中国之间的沟通的大使 当桥梁吗 因为我们都知道呢 川普他的政见之一 就是打算对中国大陆的商品 苛征高额的关税 甚至比例拉到60% 那对岸当然会紧张 当然希望能够在现在他的正式上任之前 能够有一些双方的秘密的沟通管道 先把双边关系给稳定下来 那当然呢 川普他的这个外交上面的风格 很多专家学者的评论是认为 他比较喜欢所谓的秘密外交 指的就是呢 不靠所谓传统的理论派 他希望透过一些他信得过的 圈子里面的人来帮他做这个沟通的大使 所以马歇尔基金会的主任葛莱伊 他就说了呢 当然呢 美国方面呢 要跟北京坐下来谈的话 那他们希望呢 透过一个商人的角色 川普信得过的人来做这件事情 而这个人呢 最适合的人选 那就是马斯克了 我们都知道他在大陆有经营这个特斯拉的工厂 那他又是呢 能够见到川普 也能够见到习近平的人 有所在两边的关系中呢 他看起来是游刃有余的 在《南华早报》引述观察家的报道就说呢 他可以算是美中秘密沟通的第一人选 毕竟呢 不管是对美或是对中 他都拥有能够直达天厅这样子的权利 那当然对马斯克很多人抱有高度的期待 认为他呢 既然跟川普这么的要好 也有一定的权利能够中国大陆来做沟通跟联系 是不是能够达到所谓的这个比预期中还要好的外交效应 甚至有人把他冠上了一个称号叫做第二个寄星吉 季星吉何许人也呢美国著名的外交官 不过呢他已经逝世了 但他任内的一个最大成就就是来推动呢美中关系正常化 那马斯克能够成为下一个季星吉吗 其实中国的全球化智库创始人他不这么认为 他说呢马斯克毕竟还是生意人嘛 你是特斯拉的这个创办人经营者 那个呢还是要关注的是企业的利益 要对股东来负责 所以就算他是全世界的首富 就算他大权在握 恐怕呢也不足以像季星吉一样来改善美中关系 毕竟呢你还是这个企业家还是做生意的人 对政治你可能还是门外汉 不像季星吉一样是这个正式的 美国的国家外交官能够把美国的利益 放在最前面 对马斯克来讲还有太多太多的问题需要处理 所以真的会专心在美国的政治吗 答案恐怕呢是否定的 而马斯克毕竟呢也还是有很多的这个 公司的事务要处理日理万机 所以就算他当了这个政府效率部门的官员 恐怕呢也只是顾问职而已 川普政府2.0内阁陆续开讲 川普团队发声明宣布两大企业家 马斯克以及拉马斯瓦米 将率领政府新部门效率部 消息一出马斯克立刻在X平台转发川普声明 还发文用三个火焰表情符号写下这个产品绝对会火 马斯克先前在造势上就曾提到这个部门 显然是对入阁着有耳闻 而与马斯克共长效率部的拉马斯瓦米曾直言要保卫台湾 对抗中国大陆的方法就是要让台湾美户家庭拥有一把AR15步枪 两人将出任的效率部英文缩写DOG1 跟马斯克加密货币狗狗币一样 主要工作就是帮政府削减支出 马斯克身为商界大佬 名下有多间公司 拉马斯瓦米则是制药公司的创办人 川普显然是看中两人企业家的身份 把效率部的重则大任交给两位川粉企业家 不过碍于马斯克的企业家身份 这项职务或许只是顾问性职 听给新闻的最后报道 而其他的内阁人选呢 特别在国安团队的部分 现在好像也呼之欲出了 我们帮大家整理呢几个重要的职务 像是呢在国防部长的部分呢 是由年纪很轻 44岁的福斯新闻的前主持人 赫格赛斯来出任 那CIA局长呢则是雷克里夫 国安顾问呢沃兹还有国务卿卢比欧 他的呼声非常高 这四个人呢现在看起来 都有机会来担任这些重则大任 特别是卢比欧 其实他过去呢曾经是川普的死对头 在2016年当时川普选第一任的时候 他也想要争取共和党党内的提名 当时跟川普是闹得不可开交 水火不容的 不过去这八年呢 跟川普的关系慢慢的修复 甚至过去两次大选 他都是川普重要的助选大将 而他是这个佛罗里达州的议员 所以他在当地呢非常努力的帮川普助选 让这个地方呢这一届是从摇摆州 已经呢变成了支持共和党的红州 所以可以说是功不可没的 这四个人有一个共通点 你会发现他们跟川普的关系 其实都还蛮亲近还蛮要好的 而且呢都相信川普的政策就是 美国应该要优先 他们认为呢在现在的政治局势里面 美国呢必须要先自己强大起来 他们的立场呢也被视为所谓的核心忠诚者 对川普呢非常的死忠是坚定不移的 而这一点跟过去川普在第一任 诱人的哲学其实有蛮大的不同 当时川普在国安团队上 包括他任用的国防部长马提斯 跟国安顾问等等 在四年的这个共识期间 跟川普是有多次的意见不同 大吵一架 后来都提前离任了 甚至呢还出书爆料过说 川普呢根本就不是任总统 整个场面可以是蛮难看的 这次川普呢似乎是修正他的用人策略 决定要用这些真正能够呢 认同他信念的人 不想要再重蹈之前的覆辙 一方面是认定到呢 美国优先真的非常重要 必须让美国再次伟大 一方面呢也是因为呢 美国的国力跟过去相比 面临到蛮大的危机的 这个是纽约时报的报导就说了 特别在伊拉克跟阿富汗战事之后 美国可以说是元气大伤 虽然这么多年来慢慢在修复 但是国际影响力受到不小的挑战 很多其他的大国慢慢在崛起 所以美国过去会主张 应该要高度介入外国事务 要当世界警察 但现在呢这种所谓的新保守主义派 已经全面被边缘化 他们认为不需要太多的国际干预 当前的这个首要任务 就是应该让美国变得更稳定更加强大 才有余力去做该做的事 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 选定的国防部长会是谁 答案是他 曾经拿着麦克风访问 川普的福斯新闻主持人赫格赛斯 连共和党人都炮轰 这选择怪到不行 赫格赛斯到底何许人也 曾经在明尼苏达州国民警卫 队从军多年 还有到阿富汗伊拉克 关塔纳摩湾服役的经验 曾经货班作战有功的同心勋章 之后参选明尼苏达州参议员失利 转战电视圈 到了福斯新闻当主持人8年的时间 2016年开始挺川普 现在精力渴望三级跳 对中国立场鹰派炮轰现任拜登政府太软弱 即便如此说要执掌五角大下也欠缺经验 另外还有国土安全部长则是由南达科他州的州长克里斯蒂诺姆出现 诺姆是川普忠诚 对非法移民立场强硬 个人最大的争议就是曾经亲手杀了自己养的狗狗 另外还有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则是由阿肯瑟州的州长哈克比担任 川普2.0国安方面人士逐渐成行用人为亲也引来许多争议 TVBS新闻综合播动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闻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